就是它說 海軍今年的預算裏面 它在提到2024年想交給國防部拿多少錢 那它下年就想拿2558億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比今年又多了 當然它想的 到時派不派給它就很難說 還有今年其實好像是派多了 就是給它request的更多 還塞多些錢給你 你不要退那麼多藍柱 而且要多買些 今年好像塞多些給它 在下年的預算裏面 它就放了15.28億 進去做第六代的前機FAXX裏面 這個研究經費是這麼多項研究經費裏面最多的 譬如它的DDGX就只是放了1.87億 它的SSNX就只是放了5.45億 所以最多就放了這個FAXX裏面 那我在想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它是想要 放多一點進去 想快點做起啊 這樣呢? 這個應該跟它們的CNO CNO 呢?Gilday有關係的 因為CNO Gilday呢 大家看到它就新了很久 新了東西呢? 它就說 喂 別經常給我一些垃圾 我可以不可以嗎? 它都挺困難的 Gilday是挺困難的 包括什麼呢? 就是大黃蜂他不要 接著人家說 喂 這是Block 3來的 這批好東西來的 包括Block 3有什麼好東西呢? Block 3裡面裝了一個IRST的嘛 那它那個中毒油箱裡裝了一個IRST 你可以當去偵察隱形戰機 喂 大佬 海軍機可以偵察到隱形戰機算是這樣的吧? 接著 我想Gilday就不太開心了 都會覺得 這些什麼垃圾科技? 我要來做什麼呢? 就是它覺得 我根本現在這個年代 你的機器又不是隱形戰機 你打到隱形戰機 人家的隱形戰機看得到你先打吧 我覺得它的想法是很 straightforward的 就覺得 你是硬將一架很廢的機器 就打算裝得好像很強一點 那你就拿來困我 喂 大佬 我CNO來的嘛 我有沒有那麼容易給你困? 你說自己裝了一個IRST的東西就很厲害 還說自己的IRST21 會說到這個21世紀裡面很高的科技 然後你就說上面的油量加大了 那個肩帶 大家記得它上面有一個肩帶嗎? 是 那個肩帶原來後來是裝不了下去的 對 後面沒有了 本來是說弄的 是啊 後來又說不行 那個肩帶其實不對 那個適應油箱呢 CFM 放不上去 CFT 放不上去 CFT 放不上去之後 其實你的行程沒有增加 後來不是因為不肯付錢才不裝嗎? 是因為放不上去 其實原來是安全問題 安全問題就是可能擔心裝上去之後飛 可能就是 航母降落的時候有危險 可能搓那一下它會不會散 那些問題 因為它裝上去 你可以拆的 那些東西就叫可動的部分 始終這樣撞擊場子 它會不會有問題 可能它們做了測試覺得不合理 所以就不建議他們接下來要加這個CFT 那你不加下去 那其實就沒有賣點的 就是它本身的賣點是什麼呢? 電子東西厲害了 RST 加了 接著就加了那個適應油箱 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部機器還是大黃蜂來的 那你不會突然變成F35C 所以它第一個就覺得 大黃蜂又不是便宜 你經常要塞這些機器給我 你看看對面中國 對面中國 殲35也正在來 你還不讓我塞大黃蜂給我 你是不是玩我 所以它會覺得是有點憤怒的 CNO 第二個呢 它又不要F35C 為什麼呢? 它又不是很喜歡 因為它是單引擎 這個AXX會不會是雙引擎呢? 應該是雙引擎的 所以它這個單引擎的戰機 它海軍一向都很一般 單引擎的戰機 它們真的很一般 它們真的喜歡雙引擎戰機 所以單引擎戰機 它們是不太喜歡的 第一個 第二個就覺得其實 F35C也是有些問題的 我覺得 始終這些問題還未解決 以前就說過問題就是 大公角的位置 究竟能否解決到呢? 上次你說跌了機 即是在溪文心會跌機 其實都很可能 CNO都預視了F35C的飛行安全問題 都是有些少少難解決的 有些少難解決 當然這個可能是穿無求疵的 純粹 但是它又沒有這麼抗拒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呢? 其實它採購的數量很小的 是呀 很小的 即是它四個飛行中隊 最多是幫你配備一支 是呀 它買的訂單很小的 其實就很奇怪的 你不是想著 接下來全部都用F35C的嗎? 那不是因為COS的問題嗎? 我覺得COS是一個 但是我覺得它現在是有保留 有保留就是 如果你現在把它換成F35C 它的COS走光 就沒有錢給下一批六代機 即是沒有了錢 即錢用了五代機 六代機就沒有錢玩了 所以其實很明顯的 三代人 四代、五代、六代 現在GILDA的態度就是 我要踢走四代 盡量要少五代 我要全部錢丟到六代 就是GILDA的想法 即是它是一種賭博 它的賭博就是 四代機和我四開 五代機可以少少 隨便吧 六代機才是我的未來 我看GILDA的玩法就是這樣 以前好像一代機 是會用幾十年比較久的 現在這樣說 好像五代機 就只是一個中計暫代的角色 我講到 我想也不是 不過它的問題是 它不喜歡這個F35C 即是F35C它喜歡它也會比較近 我覺得它不太喜歡這格機 它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們不喜歡單引擎 一向都不喜歡海軍 海軍是真的 海軍一向都不喜歡 是的 就是它覺得一個正常的生物 應該什麼都是配合的 就不應該是一個 是不是 大家沒有發覺 什麼都是一配合的 我現在沒有說 就是這樣的樣子 不知道 我覺得海軍是覺得 兩個引擎的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見超級大黃鋒 兩個引擎 就是各樣東西 又要特別幫它製造的 所以其實也很麻煩 是啊 所以我估計 FFXX 我估計 FFXX 現在在DUDE的心目中的排行榜 現在是第一名 例如剛才這隻說得很好的介紹 SSNX很重要 我們在說潛艇項目很重要 FGX很重要 但其實說真的 你現在擺 你也知道 海軍最差的是什麼 它的飛機團隊 就和空軍鬥大 但是它的船隊的空軍就不用要 所以它又要做船 又要做飛機 對 它的預算就和你差不多 大哥 真是難為了家嫂 怎麼搞 家嫂就是嬌地 怎麼分配資源 做艦已經尷尬了 你做福特級 已經經常被人笑 你還要做飛機 然後你做LCS 一隻船四年不夠退役 這些又被人笑 其實做海軍這個位置都很難 我都覺得 真的難 為什麼前幾任又不是他做的 應該這麼說 但你沒辦法 你上任的首尾要跟 人家要尿雞照尿的 沒分別 那怎麼辦呢 現在航空母艦又有一堆問題 好了 然後FFGX又有一堆問題 潛艇有問題 然後哥倫地亞級才是最大的問題 哥倫比亞級也有問題 哥倫比亞級爛規格 現在爛規格 爛規格 爛規格 有些人正在犯 一定是超市跟爛規格 一定是 現在超市超了很久 他爛規格 說真的 你不是爛規格 怎麼會超市呢 現在猜到 一定是爛了 所以哥倫比亞級的項目 跟福特級有得比 我猜 是的 但是我們要之後說 因為這件事是牽涉到國家安全的 其實福特級沒有了 你都是醜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說 哥倫比亞級有事 就很危險 很危險 真的跟國家的勢力平衡有關係 那就危險一點 所以哥倫比亞級 我猜不會那麼容易 大家走漏到風聲 說他有多不適合 但是福特級是任罵的 沒有所謂的 任你罵的 那些是OK的 現在我覺得 美國海軍都難搞 所以我覺得這個FAXX 這個要快點搞 所以他要放多些錢 應該要快點搞 搞起他 然後他覺得他的艦載機 用得到 打中國好很多 他的航程比這個FAXX更長 這個航程是可以長到 快點不用空中加油 這個是他想要這樣 做到這樣 但是做出來是否可以 當然他想是可以上得很好 有10萬個要求都可以 因為FAXX他真的好想來 如果你飛 假設他的作戰監禁 他可以隨便飛到1000海里 我假設 飛到1000海里 他用不怕你東風導彈 根本就不用怕你 那不用怕你東風導彈 他的航母可以飛到很遠 然後你還說可以 比MQ-25 哇 重點 有MQ-25 作戰監禁 去到1500海里 嘩 這個世界有哪個國家 可以擋得到他 但當然 沒問題 如果一架飛機 可以用到1000海里 的作戰監禁 簡直是crazy 做不做到呢 我覺得其實回家 我想不是在於內油有多少 而引擎有多厲害 你沒有辦法了 你真的要引擎很厲害 即是燃油效率超好 然後他可能做到超音速巡航 但是他又省油 變成可以極快地飛 但是極省油地走 有時CM速場王之後 又可以適減少少位 相對會省油一點 但是現在變長環領域 其實也正在做 即是我們看到G也正在做 普衛也正在做 變長環領域 甚至乎現在 V姐之前都跟我說過 是不是F35 未必會採購變長環領域 是的 他說了不會 要省錢 變長環領域 最後就是落到六代機 六代機 那看可不可以的行程 可以增加到一些 其實我覺得是對的 無謂浪費這麼多錢 在F35 是的 真的 他都這麼嫌棄他 原來 不是嫌棄的問題 即是現在其實 他的預算 而且你一定要 因為美國佬永耀 喜歡玩領先別人一代 現在你看中國 就是追得很緊的 雖然他還有一段時間追 但是起碼都很緊 所以你應該要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是的 還有F35 我覺得他們想將Unit Cost 壓低一點 所以你放新東西 又推高了他不想 他一直想將F35 Unit Cost 壓低一點 然後做多些 做多些F35 拿出來嚇鬼 但是裏面的東西 就不用擺得太緊要 只是用F35最基本功能 都嚇責了中國海軍 其實都足夠了 應該是 我猜他們想的數量擺多些 即堆頭堆大些 就不用價格都這麼厲害 那麼厲害的東西 就留下六代機用 我猜是這樣 所以就 FAX-6 現在就應該這個情況是這樣 但是我想最大的問題 對FAX-6 是他好像一連張圖都沒有 是的 全部是想像圖 這些 這些是不是俗稱的J圖 真的是J圖 NGAD 美國空軍未出了一張J圖 那是官方J圖 嗯 全世界都J那張 但是海軍好像真的沒有 我很不喜歡那張鴨翼 說真的 嗯 我覺得美國不會再用鴨翼 嘩 那張鴨翼我看完都不開胃 你不要給我鴨翼 可以嗎 鴨翼 嗯 我覺得他不會用的 美國不會用 即是現在他的圖像這樣 他的設計 他這樣說 其實都好像出來 他不會變成這樣 我想應該不會吧 即是說他的引擎這麼厲害 為什麼要鴨翼呢 鴨翼根本沒有用 沒有什麼用的 根本沒有用的 即是有些人說 鴨翼的操控力強下 但當你的引擎這麼厲害 你不用的 不用的 不用的 即是等於有些人 即是看武俠世界 現在沒有多費 武俠小說 你有沒有看武俠小說 你要把神劍 那就可以提升劍核的實力 然後有一些超級劍核 我現十三 我的劍力這麼強 我都不把爛劍打贏你 不用的 要把神劍 你不要說神劍 不會神劍 你的鴨翼沒有用 我引擎一個就夠了 你叫獨孤球 拿一顆粥也會打贏你 因為他的內功 即是我所說的 他的引擎很厲害 引擎很厲害 他的轉向全部都做得到 還有 大家知道美國人最變態 就是他一個議員引擎的 一個議員引擎 其實都已經實現了超機動 即是我們說的超機動 那件事 他用議員引擎就做得到 所以他不用了 要押力嗎? 不用了 你看到他90度爬升 爬樓梯的變態 哇 爬樓梯這家的 好像到現在只有F22做得到 夠了 還有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弄出來一定要 要越早發言 下完之後就越早收工 我經常都說 現在的Fighter Jet要改名了 用什麼Fight 現在是Snipe 對 什麼叫Sniper Jet 即是Fighter 你還要出來和你一隻抽 對 你避到一支飛彈 你為什麼避不到我兩三支 對 所以我經常搞笑說 戰鬥機的名字都亮了 一旦叫做追擊機 即是看不到 即是追擊你 名字都已經出現了 所以很有趣的 即是我們所說的 以及羅斯福號 即是如果改了也很厲害 但是我們看Faxx的 未來的program 可不可以再做得更好 因為它太慢了 我覺得它落後了很多 現在這個 都算慢嗎? 但是它好像之前一直沒有消息 現在突然間扔這麼多錢 可能都 你要和海軍比 不是你和空軍比 你和空軍比 沒有得比 空軍真的在2027、28 隨時的機器就會在手飛緊 你還拍都沒有 嘩 你真是被空軍笑到你了 大家都是做六代機而已 這樣是不是 我現在就加把勁 馬上扔錢下去追 真的要追 其實都很純粹 一空軍那時候都說過 他們有一架 不是免費 是一架 demonstrator 飛了 嘩 嘩 你不是落後了很多 還在說前面的事 真是 真是 但是還沒有 都是機圖嗎? 都是那張 不是 它也叫做官方有一張給你 其實樣子應該有點不同 應該不可能這麼快 讓你看到樣子 因為大家知道 那些間諜案很厲害 它不可能讓你知道這麼多細節 為什麼我們現在軍迷這麼慘 就是 以前事實上 F22 早期也有很多資訊 現在真的不敢再拿出來 不敢了 真的很好笑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東西都要靠股 都很慘 但是沒辦法 NGAD現在走得這麼快 FAX再不快一點 到海軍這架機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裝備 2040都上不了艦 我看 不是吧 其實差不多 因為兩個project都是DARPRA DARPRA做得空軍 海軍其實應該沒有說出來 其實會不會 我覺得DARPRA是偏心空軍 其實 是嗎 不知道Marking有沒有這個感受 我覺得他什麼人工智能 什麼差都空軍 是的 我不覺得海軍有人工智能 不是 我都知道他一向是偏心空軍的 真的 你見DARPRA的東西 真的空軍特別多 那些什麼高次音速武器 那又是空軍 海軍又要把陸軍自己一起做 其實是吧 兩個project都拿起來才可以做到一個 空軍自己一個搞定 嗯 其實是空軍自己壞 空軍特意自己飛出來的 當時是說三軍大家一起做一個 嗯 三軍一起夾 空軍不肯 死都要自己做 那你沒辦法 空軍就是 三明天說是親生仔 是親生仔 真的是親生仔 真的特別疼 你想想 在一個戰場上 你說是不是真的 那個制空權是最重要 尤其是對面 是啊 沒有辦法的 空軍一定是最好的 接下來應該是太空軍的 應該是太空軍的 親生仔 應該是 不過空軍一定是領著太空軍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到時都知道 看看你們怎麼鬥 是啊 你快我快 火箭飛機快 是啊 還有最重要的是高度 我們認為太空的高度 當然是高於高空 所以就 看看到時太空軍的建設 重心在哪裡 你說放在戰鬥方面 還是放在預判的方面 還是放在激光武器 還是怎樣 我們看太空軍的發展 到時會清晰些 是啊 因為成立了都不是很多年 所以都未有很多project出道 這樣說 是啊 至少 不 要 這些 要